大家好,我是戎二 教咱们来分享3道豆腐的吃法 做法简单与好吃 第一种做法,葱油豆腐 豆腐一块,先切成厚片 接着摆入盘中,起锅烧水 水开上汽后,放入豆腐大火蒸5分钟 蒸好后倒掉豆腐里面多余的水 小葱一把,切成葱花 小米辣3个,切成圈圈 切好后直接摆到豆腐上 再浇上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后,淋上一大勺白灼汁 好吃的葱油豆腐就做好啦 清爽解腻,做法简单 第二种做法,青椒豆腐 青椒3个,挤进去紫切小块 小葱一把,切成小段 大蒜半头拍碎 生姜一块切片 全部切好后都抓入绞肉机中 再加一把青花椒,一勺白醋 一大勺食用油 搅打成细密的颗粒 打好后直接倒入锅中 开中小火慢慢炒 把里面的水分炒到快干的时候就差不多啦 这时候再来调个味儿 盐,糖,鸡精,胡椒粉 最后再来半碗淀粉水勾芡 煮到浓稠后盛出来备用 起锅热油,挖入整块豆腐 用铲子直接把豆腐铲成小块就行 然后用中火慢慢煎 一面金黄后煎另一面 两面都煎了金黄后 捞出来一道砂锅里面 浇上刚刚熬好的酱汁 煎过的豆腐鲜香好吃 还包裹着浓浓的青椒酱 尤其的下饭 第三种做法 豆腐青菜饼 准备一块豆腐 加开水泡5分钟 去除豆腥味 接着准备半个胡萝卜 去皮后切小丁 再整个一把空心菜 起锅烧水 加一勺盐和一勺油 水开后倒入胡萝卜丁焯水 30秒后捞出来控干水分备用 接着把空心菜也放进来烫一下 变色后立马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然后挤干水分后切成小段备用 豆腐泡好后拿起来放入大碗里 直接上手捏碎 然后把空心菜 胡萝卜都倒进来 再打入两个鸡蛋 加一把虾皮 一把葱花 一勺面粉 接着加盐 土香粉 鸡精 香油调味 继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刷手抹油缓粘 取一小块先搓圆 再压成小饼 变饼称预热刷油 翻入小饼 表面再撒点黑芝麻点缀下 小火慢煎 一面金黄后翻煎绿面 两面都煎得金黄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豆腐青菜饼蒸得超级简单 还特别容易熟 吃起来软软的 用来做早餐也非常棒